大家好我是韋恩 那今天為各位轉播都是田地對戰 那今天的這一集是要來看一下Giro戰隊的Slam 打的競技場3v3的對局 那這場的主角雖然是Slam的達羅皮圖外加 但是這一場我想給大家看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過往我都是轉播一些選手打出來的精彩套路 精彩配置等等戰術等等 那最近有觀眾是問到說主播 你最近打天梯看你直播都被開湊很可憐 那在被針對的情況下 在被針對的情況下 你是要怎麼控制住你的心態 還有怎麼樣讓你的隊友來幫助你 這一位網友的留言讓我著實感動 因為通常沒有在玩世紀帝國或者是不知道 我這個分段打天梯 會遇到的問題的觀眾朋友們 通常只會覺得主播團戰可能又被針對阿幹嘛 然後不能carry阿可能唸一下我之類的 當然唸我是無所謂啦 因為主播確實也有菜的地方喔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 身為這個職業玩家Slam 身為職業玩家他們如果被湊的時候 他們如果被針對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應對的 這個我想我也是需要慢慢學習的 因為其實最近大家有看我直播都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看到我的ID我就會被爆打一頓 對手也是為了勝利 反正就先來我家開吧 我的遊戲體驗也是慢慢的失去了 建議大家如果再這樣打 我可能先改名還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好講了很多 希望這一集可以給一些喜歡開湊的 然後喜歡看那個什麼一些youtuber阿什麼的 職業玩家被湊 然後看得很開心的一些歡樂喔 OK 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喔 雖然是三打三 但是其他人不太重要 因為跟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局 內董是沒啥關西 我們這邊需要需要 我們這邊需要注意的是 對手的外加油西西里 然後那家有庫曼 那這是一個什麼combo呢 我曾經在投稿裡面也有做過 西西里外加 你要小心 對手會來插寶 直接一個Fu Panda外送 Uber直接攻城塔進來 Slam這一把 我估計他本身就知道 對手可能會來打他 那看一下Slam是怎麼做防止的 那庫曼的話 基本上那一家競技場就不想再多說了 他這個文明城堡可開打 帝王可開打 馬爆刷一波 你的外加很可憐 那這把Slam是外加 我們這邊目光先放一下對手這裡 噢西西外加 我覺得這一招自從我播出之後 也許天聽又要變多了 噢這個西西外加加庫曼又要變多了 噢我想吐我想吐 但是還是得分享 OK大家可以看到 Slam的隊友有跟他溝通 I will boom I guess 噢這邊都是一些 打團戰需要的溝通配合 所以大家會發現打的越高端 其實願意溝通的玩家是越多 所以 嗯這邊還是可以看到 即使是 呃職業選手Slam的場次 噢 隊友都是會溝通的 基本上都會 OK西西里這邊是27村才點封建 27村 上的非常的晚 他上來之後是市集跟兵工場 噢市集跟兵工場 然後 房子補一下之後 10個人挖石頭 那看到這邊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了 這位玩家想要打X寶戰術 我想要打X寶 那 基本上這個挖石量 是 雙寶戰術 過往有做過投稿啊 噢朝鮮雙寶 葡萄雙寶 也大概都是這樣子在打 噢幾乎是完全犧牲自己的經濟 去打一個超級強軍事 但是西西里外加 能做什麼呢 噢能做什麼呢 我們持續看下去 布曼的部分 是一樣在封建開了2TC 開2TC Slam上來是開TC 他的刺猴現在跟3P一樣在追著4P 噢然後點了二級木 二級農 三TC 內加4TC 還不 這邊另外一提 柏根蒂是打外加 那其實柏根蒂他可內可外 不過在越高端的比賽裡面 比較常看到柏根蒂其實是打外加的 那如果對柏根蒂為什麼要打外加 不太了解的朋友們 可以去看四組回歸系列的比賽轉播 在裡面有很多場 這個戰隊都是玩 不過另外加我都有提到他的優勢 OK那這邊1 2 3 3TC Slam 3TC Slam 3TC Slam 3TC 然後刺猴在這邊逛 可惜西里現在還沒有上來 Slam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這個時候 太上來喔 對於一個正常的西西里來說 他會這個時間點上來嗎 不會 不會 那他要打什麼 地塊嗎 那西西里地塊有什麼優勢嗎 個人覺得並沒有 所以Slam在這個時候應該要聞到一些臭臭味道 而且他的刺口就在這個地方看了 已經在防開臭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西西里是要弄個工程塔 人都還沒有出來 人都還沒有出來 他已經先靠腰了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我需要學習的地方 知道自己要被臭了 打野團 知道要被臭了 沒辦法嘛 Slam是一個名人嘛 你對到職業玩家 你肯定想要弄他一把的 不管你贏還輸 你肯定想弄他一把 喔 Slam已經聞到了 趕快蓋房子 他好厲害欸 Respect 主播我Respect 有時候我們打著打著 聊著聊著 更忘記外加西西里可以打著戰術 直接工程塔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Slam是什麼做防守 Quick House Quick House 1 2 3 4 5 6 7 8 這個防守可以吧 這個防守 不給蓋 不給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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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 不給登錄 好強 進來了 不給登錄 好強 好強 看到嗎 然後呢這邊 差一點點 Slam這邊的防守 滿分一百 九十九點九 但是這個 看到Slam打野團 很難 很明顯 想要來幹他一把的 這邊Slam是直接打這邊的村民 機器蓋保他媽的超快 沒幾村已經80%了 但是這邊的村民一隻 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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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食 94.36 然後再送一波進來 這邊其實是比一個手術啦 如果Slam可以Masterpiece 直接再蓋一個什麼 木牆的話 那這一波 Slam就是100分了 結果還是被弄進來 我如果是Slam的話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幹你老師 我真的幹你老師 那這一場還沒結束 Slam把他的錢都拿去買石頭 這邊有山村 只有山村 在蓋這個城堡 Slam這裡 把修道院給D了 都為了要阻止這個寶器 但是這個CC裡 我可以說 DISGUSTING 我們的四季帝國 味道已經臭掉了 味道已經臭掉了 以前文明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文明好給你臭 戰術沒有那麼多 你現在 42個文明裡面 能臭的文明 能想出來的戰術 比以前多太多太多太多 強如Slam都被臭喔 然後你看看這邊是什麼 提示 爆炸桶 3P現在在農 他有做錯什麼事嗎 他有跟Slam溝通 他有喔 他有喔 外加直接被臭掉 Slam直接被臭掉 只要有配合入人場 也可以幹掉一個職業玩家 他Slam現在就插在這裡 你知道嗎 他現在能做的是什麼 夾著 揮過等隊友來幫忙 他一個人絕對沒辦法 這邊Slam已經崩潰了 隊友叫他夾一波Stay the course 他說I'm good 但是其實Slam 他根本就不good 好現在已經有點小心太炸裂了 Stay the course 又可以學到英文了 夾一波夾一波Stay the course Slam表示 我操你老實打 他媽夾不住啊 夾不住啊 你媽路人趕快要做事喔 我心裡的OS就是這樣 趕快做事 農出來趕快做事喔 這邊Slam有虧過很漂亮啊 然後這邊 屌臭一波 那庫曼在那邊刷 然後這個 8P你看看他家有什麼 27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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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m有50吋 再一個防 直接要讓Slam死 Slam現在只能逃出去喔 想辦法丟幾吋出去 但是這個口被堵住 這邊對手還有一個Quick Wall 騎士在外面 這裡有 19吋 Slam表示怎樣 我高富帥錯了嗎 羨慕我嗎 要這樣子弄嗎 可以正常玩遊戲嗎 我有時候玩天梯也是這樣啊 我沒有特別強啊 說實在 但是我每次很常被湊 最近 我也不知道 我想改AD Slam看到這一把 我欣慰了 我不是像Slam這樣子的名人啦 那我看了這一把Slam 我覺得 4G帝國 臭臭過 你們覺得呢 有時候 有時候 我的視角 就跟Slam差不多 然後我被這樣子幹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有鍵盤3000加 知道 主播你應該出這個 你應該出那個 我幹你老實 你覺得現在 以我們這個視角 以主播的視角 以Slam的視角 你覺得我們能怎樣 我們能怎樣 我們能怎樣 不能怎樣 State the course 已經不想玩了 State the course 他媽夾一波 怎麼夾 那這一場 認真講 Slam只能逃村出去了 那他這邊剛好有這個城堡在這 他也沒辦法走 他也沒辦法走 他現在只能可能修修TC 等隊友把這個堡解掉 逃村出去 都這樣而已 都這樣而已 我只能這樣子跟大家講 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前面Slam已經做得很棒 就差這一點點 就差這一點點 那如果結局已經變成這個走向的話 那你沒辦法 你只能等隊友來 那如果你是打野團更新手場的話 隊友不幫你 那Slam我跟你講 直接登出 然後State the course State the course 這邊戳一波 好 噢 思議帝國獲勝喔 獲勝喔 好 順帶一提 這個不是我為了要打點誰 來找這一場給大家看 好 純粹是大家也好奇 頂尖的玩家被臭 怎麼應對 那你們可能覺得職業玩家都是神啊 Viper也是有在輸的 其實真的 你遇到這種團戰 2打1 3打1 你很難受 5P這邊小夥伴 完全沒看他 打一個伯根蒂外加打不贏 也算是正常 因為伯根蒂的經濟很好 而且為什麼團戰局外加 高端局 伯根蒂走外加比較多 他上來就是打 像我們比賽波的 幾兵 戰矛 火炮 火槍兵這種 不會打遊俠 外加 不會打遊俠 直接低波經濟 靠經濟直接盧死你 好那 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反正今天這場 Slam是主角 他現在只有幾村 22 比這35村的還要少 他這CC裡現在也幾乎 沒有什麼經濟啦 慢慢回弄 他已經把Slam搞到錯掉了 Slam逃了兩村出來 3P還好有來幫 喔3P還好有來幫 Slam趕快開TC回弄 大家記得喔 這個是在有隊友的情況 如果這3P也不會幫 那我跟你講 作為一P視角 你只能罵傷話 你只能就是摸摸鼻子下一場 好 這個世紀帝國就是這樣 在這邊 我們回到正常的轉波 這一場究竟Slam 可不可以後期Carry起來 能不能復活 隊友以及隊友能不能撐住 波斯這邊轉了劍兵 大量嘛 就遇到這個 柏根莉的幾兵 他不打了 打一個劍兵 那本身啊 波斯走外加就蠻有問題的 對上一個正常比賽會出的柏根莉外加 本身我就不看好這個 波斯外加 這邊3P過來壓制4P 也數正常 因為剛剛4P刷了一波馬爆在Slam臉上 那3P其實農的算是夠快喔 Slam沒3P Slam也要去死喔 好這邊Slam回農 1 2 3 這邊還有一個DC 現在是43順打32 OK那這邊2P直接革命一波 好直接革命一波 有143隻 波蘭明明兵 他現在沒有庫存什麽食物啊 那為什麽他要革命呢 一樣的意思跟8P是一樣的意思 我直接先把你收了 我再回農 OK 8P一樣 我直接把你收了 我再回農 OK 這個是我覺得高端局跟我們一般在玩的 思維真的是不一樣 好這邊 魂一波 徹底的要把5P先淹掉了 3P現在能過來幫忙嗎 他是一個伊索比亞強弩兵 他的兵線 來得及過來嗎 不哉 所以 4P現在在拖 趁著這個時間2P要直接把5P給淹了 那現在5P是只有常見兵 基本上這一波進來他很難擋 好大難擋 好大量進攻 軍事有14050隻大堆 這邊還有火槍兵 柏根蒂有很多玩法 柏根蒂經濟很強大家都知道 他可走內加可走外加 比賽局裡面走外加更多 野團走內加可能看到的比較多 好那可以打遊俠也可以打馬上青裝兵 高端局打馬上青裝的比局更多 有很多啦 講不完 但是我覺得他最難的地方就是 什麼時候要起義 這一盤2P起義的時間我覺得很狂 說真的很狂 在對手剛轉出常見兵的時候 他果斷出起義 壓力回農直接跟他換 但是5P擋不住 2P不會擋不住 他還可以回 就這一波打得很讚 然後這邊Slam 靠北一句 Stay the course 叫5P自己加油啦 Stay the course 都不要救阿 都不要救阿 那其實Slam剛剛被弄一波 隊友能救他嗎 好像也不太能 只能夾 只能夾 好現在換一P Slam回農 Slam回農點地網 隊友給他支援 Stay the course 我們今天學到的英文就叫Stay the course 你打野團遇到隊友 這個外國朋友你就打競技場 然後隊友被湊 你就打一句Stay the course 他們就懂你意思了 好在這邊直接讀一個 世紀帝國這個英文 清流臺 世紀清流臺 還不趕快訂閱起來 好來教你英文阿 教你英文 這邊Slam出射箭場 那他這個達羅後期 原定打外加的話 應該是要打相公 或者是 呃 邊劍兵 相公或邊劍兵選一個 直接打戰毛的話 也是可以戰毛加幾兵 打一個垃圾海阿 也是可以 但是現在隊友不見的情況下 Slam必須C阿 他前面被湊他還要C 真的是他媽的Stay the course 噢 分數這個掉在這裡 九十二村打九十五 五匹 噢 噢 八匹也Recover上來了 一匹也Recover上來了 噢真的是職業玩家 好強阿 好強阿 趕快Boom一波回農 但是五匹夾不住 二匹有點強 然後這邊TC 五匹是直接被打五根 這一波流實在是來得太快了 五匹根本殺了 被殺的措手不及 熬村的機會都沒 剩五村 這一場我 不管五匹阿 他打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因為肯定會有人在下面 五匹沒有注意阿 怎麼的 噢這一場 是一個高端局 比在大多的聊天室 應該說這個是世界前一趴的對局 我只能說很難打 很難打 最一樣波斯在第一步要打騎士的那一個 節奏下沒有趕快轉兵 其實後面就打錯了 伯根蒂就是那麽強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波斯如果有上帝視角看得到 他要出波斯弓兵 然後出這個火槍兵之類的 我覺得是應該是要這樣阿 但他根本就措手不及阿 所以我說2P這盤真的也很厲害 他在對手轉出常見兵的同時 就已經想要起義 沒有給任何機會 轉兵時代太快一波流 真的是高手的火根蒂 把直接吃掉 然後你現在讓商品要回來發 Slam現在怎麽辦 Slam現在是想說 我他剛剛已經一個 差的State the Course了 我現在還要C起來 我真的好累喔 我真的好累喔 然後他開始出相攻 加3P被迫回來守 這邊沒辦法打 那庫曼這邊 也是出了該有的兵 戰毛 肉麻 這些都不是什麽遊俠 也不是青茶 打高手局一定要打青茶跟遊俠嗎 該扛的時候他會有戰毛 即使沒有三級射 這盤他也是出了 能擋住一手BR什麽都好 所以這盤雖然是給大家看一下 開局的臭 但是高端局的轉兵意識 如果大家有實際自己去玩就知道 這個 不是打打鍵盤就打得出 我這裏很爽喔 State the Course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沒看到這個 哇 挺爽的喔 好啦 這一盤目前打得難分難捨 但是3P也要被毒根了 2P有點強 1P 施練過來幫忙 施練過來幫忙 然後呢 這邊西西里回來 他出了 撲兵 3P出了巨頭 來搞一波 5P剩10村 他蓋射箭場 可能是想要搞個什麼POSE工兵 因爲 現在他要回弄也來不及 2P carry 4P 8P把這一P臭掉 現在Slam才回來 其實Slam已經能這個時間回來 已經是The God的 喔 但 能Carry嗎 3打 3打2 3打1.5了 現在 3打1.5 5打1.5 這邊 洞頭在砸 這邊大衝箭 應該是解的掉 3P想辦法加前線 Slam這邊出大象 然後這裏再一個第一次死均中神加戳戳 8P也知道我只要扛住Slam就可以了 被戳很痛 哦被戳很痛 哦呦很痛 痛痛痛 哇塞這邊沒了 5P也沒了 他剩怎麼辦 剩Slam 開局是被都更的Slam 然後他現在是最大的 功成戰項 2P 再轉回遊俠 哇塞 很猛 2P很猛 我也想要有這種隊友 哎 講到什麼了 這一盤目前 Slam這一方應該是有點難哦 現在剩Slam一個人 在民宿253 軍事這邊 職業玩家真的能Carry嗎 現在Slam 也接近快200P 但是貿易沒有黃金怎麼辦 相公在這邊能扛多久 這邊有俠 這邊5P說給他石頭 有石頭嗎 他可以點這個波斯公兵 Slam這邊出了一些肉盾邊界兵出來 機體是根本就沒有點的 好他只是為了想要來幫這個大象扛一波 不要被戳到 因為他也沒錢了 然後他趕快督根 這個出大象 好強哎一批好強哎真的 但這邊2P也無雙 安這場2P真的好強也好強 3P我覺得也不錯 好車子直接直接來 OK邊界兵在邊邊界兵在邊這邊都 打得很好 Slam真的好強 這邊砸 這邊衝車直接都 3P一個回農 現在Slam沒有放棄 他要問一個4級開一個4級 好那這邊看起來8P是有機會被都掉的哦 1P好強啊 天劍兵開始抽打 抽打 這邊4P 抽一波 抽一波 三P也扛了很久 那究竟這場的結局會是怎麼樣呢 遊俠直接過來 快速進攻轉一波 這邊還蓋一個寶 想讓五匹直接真的死 然後這邊遊俠直接衝過來 快速進攻 因為這邊八匹有可能未來走向可能夾不住了 二匹原本是打一個垃圾海 把這個坡石給弄死 這邊遊俠直接衝出來 再趕快爆砍一波 Slam這裡是目前最肥的 他需要守住 這邊也是射一波 那這邊最終應該是被Slam堵掉了 但這裡如果還能夾的話 等於是二打 1.5嗎 但這邊二匹殺的好快 二匹沒在演 D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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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工程戰像現在 都分非常快 3P也還尬著 不過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裡的支援 快不行了 Slam快哭了 Slam覺得這個遊戲很難啊 人設很難啊 State the course State the course 這邊直接被毒掉 這邊還有黃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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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五匹流的 這邊三匹有出火炮 但是已經控不上來了 二匹後面直接推掉兩家 直接掃台一波 Slam也想掃台 他這個陣容是可以掃台的 但是推的不夠快 4P也過來了 這邊8P裡面堆槍兵 想把Slam關起來你們知道嗎 4P跟8P的配合 我說真的這一盤 我說真的這一盤以路人場來看 高端局好看厲害 這邊戰毛先過來點 沒三級色過來消耗一波 然後幾兵直接放出來 What a play What a play 這邊徹底的把Slam給戳下去了 Slam他想要趕快進來 Train推到8P 走得有點深 然後就直接被懲罰 但是這個操作要配合 4P 8P 棒不棒棒 Slam就這樣子 開局被湊 最後是最肥的 然後Carry不起來 I think it's GG I think they have trade 3P以為他們有貿易 其實他們現在還沒有貿易 但是心態已經不行了 Carry也爆了 1P Slam 剩一個了 5P 打不住 打伯格力外加 伯格力外加是比賽會出的 波斯很難打 那我知道大家對這個伯格力外加的魅力在哪裡 他強在哪裡 可能還不知道 那沒關係 我這一集不會說 我沒辦法講那麼多 他這邊被反推 那這盤就沒了 後面就快轉吧 GG 好 那這一盤 主要 講給大家看 關於一個職業玩家被湊 他的對應方式 那其實Slam客觀說 他其實防的很好的 他真的防的很好 心態也說實在沒有炸裂回來遊戲 但是隊友有給力嗎 也想辦法努力了 但是最終還是有落差 你這一隊最強的直接被湊下去 隊友能不能C起來 沒有辦法C起來 那強奴職業玩家 也是很難打 大家有看到這一盤Slam的努力 那同時對手2P也確實是強 8P4P也強 有他們的配合 前面直接 一個雙人湊湊湊過 把Slam幹掉 那後期這個配合 在這個地方也打得很漂亮 配合你都看得到 這個上帝視角我們都看得到 但是我們 網友們做不做得到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筆的配合提供大家做參考 還有他們的戰術 外加伯根D為什麼是外加不是內加 比賽為什麼是外加不是內加 因為他外加打垃圾還夠強 經濟夠厚 直接當一個經濟強的敗戰艇 直接把你爐死 後面有錢之後 你可以轉馬上清裝 沒有是遊俠 並不是走內加 比賽中 團戰競技場是V4 比賽裡面3V3 沒有內加伯根D 一場都沒有 但是外加有很多 提供大家做參考 至於他的魅力大家慢慢發現 慢慢發覺 這邊我就不太多說了 好 那這集的天地轉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